狗狗鼻子上面脱毛变红 孙嘉诚 职业手医师 首先 狗狗鼻子上面的皮肤出现了发红脱毛的情况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狗狗是否患有某种皮肤病 常见能引起狗狗皮肤出现疾病的病原体有以下几种 细菌感染 真菌感染 寄生虫感染 自体免疫性疾病 以及内分泌性疾病 因此 当您发现家里的狗狗鼻子上出现了皮肤发红脱毛的情况时 建议您及时将狗狗带往专业动物医院进行皮肤刮片显微镜观察 找到确实的病原体确诊后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同时在治疗过程中 由于该患处的特殊性 有可能被狗狗舔到 所以在使用外用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配合给狗狗使用口龙 或者食入毒性较低的外用药 进行治疗 以免狗狗由于务实药物而造成中毒